阿達瑪 在某個早晨,阿達瑪與空谷莉兩兄弟無聊的蹲坐在滿是電器的房間中央 他們正在看家 哥哥阿達瑪突然大哭了起來 媽媽出門前說不可以碰冰箱、電視、洗碗機、瓦斯爐、熱水器還有燈泡 這樣什麼事都沒辦法做了 怎麼辦 再這樣下去我們會因為太無聊死翹翹的 我不要死翹翹 誰快來救救我們啊 相較於因為害怕死翹翹而嚎嚎大哭的哥哥 弟弟空谷莉看起來冷靜多了 嘎嘎 媽媽沒說不能彎心一劑啊 文言 哥哥睜大眼 眼淚頓時不再流了 對齁 媽媽沒說不能玩洗衣機 那我們就來玩洗衣機 走吧 於是他們跑跑跑 跑進臥房拿了堆衣服 又跑跑跑 抱著一大堆的衣服來到洗衣間 他們好高興 因為媽媽從來沒讓他們用過洗衣機 這次他們終於可以用了 他們拋啊 將衣服全部塞進洗衣機中 接著舉起一大罐洗衣機 高高高的倒入洗衣機 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好專業 好厲害哦 阿達瑪與空谷莉 我幫媽媽按下這個按鈕 洗衣機開始動了 阿達瑪與空谷莉得意的跳起舞來 大大小小的泡泡從洗衣機的門流了出來 這讓他們覺得好玩極了 而阿達瑪與空谷莉沒注意到 跟著衣服被丟進洗衣機的恐龍公仔 此刻正一邊被水翻滾著 一邊變大 他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直到大的卡住了滾頭 還是奮力著變得更大更大 終於 阿達瑪與空谷莉被身後巨大的聲響 嚇得停下動作 他們往後一看 哇 啊 怎麼會有一隻恐龍從洗衣機爬出來 只見恐龍用力的踏樑下腳 接著抓起衣服用力的撕咬起來 哇 不行吃 那是媽媽最喜歡的褲子 阿達瑪大叫 但恐龍完全不理他 這下阿達瑪急著直打轉 怎麼辦 怎麼辦啊 空谷莉向阿達瑪提議 嘎嘎 我們要用世界上最恐怖的東西打敗他才行 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東西 喔 快快 我們去廚房 動動動 他們跑去了廚房拿了他們覺得最難吃 最恐怖的苦瓜 怎麼樣 這是世界上最最最最最難吃的東西喔 怕了吧 果然恐龍不再咬衣服了 果然恐龍不再咬衣服了 他低頭看著腳邊沉堆的苦瓜 接著厭惡的將他們踩碎 喔 苦瓜沒有用 阿達瑪趕緊帶著空谷莉奔去博士 盡其所能的將所有的課本和作業搬了過來 怎麼樣啊 這些作業我看了就頭痛喔 怕了吧 看到攀在面前的席子 果然痛苦的抱住了頭 他大吼一聲 將腦人的作業和課本四個粉碎 啊 那是我的作業 阿達瑪著急的說 怎麼辦 他都不怕 空谷莉靈機一動 跟阿達瑪說了幾句悄悄話 不 不好了 這事實在太過分了 可是媽媽差不多要回來了 嗯 對齁 那只好這麼做了 阿達瑪再次看向恐龍 他伸出食指朝恐龍一指 以最大的音量喊道 不准看電視 恐龍生氣了 怕丟掉作業 抓起苦瓜為人兄弟 用力將衣服踩得皺巴巴的 救命啊 阿達瑪以逃來逃去 卻還是不斷的被苦瓜打到 恐龍把他們逼到牆角 他快速揮舞著爪子 挖啊 兩兄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們只能緊緊抱住彼此大哭 救命啊 我們要被殺掉了 好病嗎 媽咪回來了 原來是媽媽回來了 媽媽打開門 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 為什麼最美恐龍 你嚇到了 是他 阿達瑪與空鼓力一起指向 被媽媽的怒言嚇到不敢動彈的恐龍 恐龍被媽媽的怒言嚇得連忙逃入洗衣機之中 還不忘關上洗衣機的門 媽媽按下洗衣機上的脫水間 洗衣機頓時發出了轟隆隆巨響 其中好像夾雜著恐龍的哀出聲 阿達瑪與空鼓力就這麼看著恐龍 在洗衣機中轉啊轉啊轉著 越來越小隻 隔天早晨 阿達瑪與空鼓力兩兄弟無聊的 蹲坐在滿時電器的房間中央 他們正在看家 哥哥突然大哭了氣了 媽媽出門前說不可以碰洗衣機 電視洗碗機 瓦斯爐熱水器 還有燈泡 這樣什麼事都沒辦法做了 怎麼辦 再這樣下去我們會因為太無聊死翹翹的 我不要死翹翹 誰快來救救我們啊 相較於因為害怕死翹翹而嚎啕大哭的哥哥 弟弟看起來冷靜多了 哥哥 媽媽沒說不能玩冰箱啊 文言 哥哥睜大眼 眼淚頓時不再瀏覽 兩下 Th